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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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到牙齡來參加這個 我園區的軍工典禮 鐵路是我們從小生活的一個重點 我們要到任何圓框的時候都是要搭鐵路的 它帶著我們的鄉愁 但是也帶著我們印象親切的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鐵道一向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以鐵道為旅遊中心發展目標 我們來串聯苗栗車站 剛才還有公圍序的隧道 舊山縣的軌道自行車 還有臺灣的客家文化辦 還有客家園樓等等的景色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旅遊攬帶 為了我們的觀光署可以來跟臺鐵公司 還有我們苗栗縣政府 一起來努力推動這個地方的光環 那實際上火車真的是我們在所有人的生活當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這樣的一個建設呢 實際上就是我們政府一直在努力支持苗栗的各項建設 那在客家文化的這個部分 蔡總統上了以後 又推動了浪漫台三線 來推動這個客家的文化 推動這個客家的光環 那我們補助縣政府 包括了客家文化化園的文學 花園的工程 還有增加了四萬多坪的休憩的毅力 還有客家文學館跟室內外展演的地方 所以這個客家文化真的是大大的被發揚 所以鐵路跟客家合在一起 這實在是個美好的結合 我們不只是文化藝術甚至科技發展 我們一起合作 還有交通方法一起合作 我相信苗栗未來一定是越來越好 請志願也會來大力支持 台中海線鐵路的酸回化園 未來更後將苗栗杭文站到台中追訓站 通通是酸回 讓大家的交通越來越完美 哇 講了這麼多 就是希望能夠帶給大家新年禮物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使我們苗栗線的發展越來越好 在生活上或者在產業發展上 都能夠更善成功 大家更幸福更美 聽得一年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共聚一堂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還有大家身心裡健康平安喜樂 歡時如意 家庭得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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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